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 围绕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一场全国范围的大会战开始 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 冶金部 化工部 机械部 航空部 电子部等26个部委 几十个科研机构和上百家工厂参加了研制会战 这场会战也大大强化了我军 在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走科技强军制度的意识 1964年10月16日 在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 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上试验塔架 8 7 6 5 4 3 2 1 起爆 历史从这一天起彻底结束了世界霸权玩弄核讹诈的时代 在这以后的十年间 中国的西部沙漠和西南群山中 核武器试验城 导弹试验城 卫星试验城 不断传来喜讯 它标志着中国的强军之路 不仅在面对世界霸权的挑战中步步向前 而且在迎接挑战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伴随着国防尖端武器科研试验和生产体系的发展 伴随着战略武器的研制和航空航天工业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人民解放军反侵略战争的突击力 机动力 防护力 快速反应能力 以及战略核反击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回顾两弹的研制和中国强军之路的那一段艰难历程 邓小平感慨地说 过去也好 今天也好 想来也好 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啊 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现在世界的发展啊 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前例 中国不能够后必须始终占有一席之地 不过六十年代我们没有原则啊 没有发展卫星 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1984年10月1日 国庆35周年的阅兵格外令人瞩目 那次的阅兵是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方面是坚言我们的准备 另一方面的当时啊 我们是小平同志要求啊 就是这个阅兵 一定要显示我们的轨位 显示我们的尊位 也是得 得建设一个很大的抽筋和推动 不仅中国的人民有这个感觉 世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 这次阅兵向世界调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初级规模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战略性转变 开始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建设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了授阅部队 正是他在开辟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 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创造性的总结和提出了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思想 中央军队建设思想 我认识一个人的事太强调了 这个建设思想在经过 就相当时的 他被我打了民意的后一个时的 不对发生的一些问题 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认识很重要的 你知道所以就是要想军队质量建设 他在经典政策 作为革命法宣传和中央法的建设 这个终于就不得了 就是说我们军队的建设 数量和计量的关系 也有想考虑几两 就是走一条精兵之路 因为现在和过去不一样 过去我们经常将小命连不强 现在我们说要秒终先进几须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在高国际领域 要建有一席之地 必须发现高国际 1月17号巴格达时间凌晨2点40分 以美军为主力的多国部队 向科威特和耶拉克本土的 主要军事设施 划起强大的梯子空隙 海湾战争爆发 自美国国会1月12号 通过授权布什在海湾动武的决议之时期 海湾战争的危险就已经迫在眉睫 因此由旷日19的重兵对峙 演变成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 已在意料之中 发生在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 被人们称为是一场高技术战争 它引起了所有的军事家的关注 它对于我军的建设 和未来作战的主力也提出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它把许多崭新的作战样式推上了人类战争的舞台 比如说电子战争和战略空袭 在海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它使多国部队所有的军事行动 能够在伊拉克未曾预见到的场面下 发挥它的作用 甚至被人们看作是一场军事上的演习 第二点 台湾战争 它展示给人民 现代战争呢 特别是高技术战争 已经是 陆 海 空 天 和电池 无微一体的作战 也就是说呢 作战的领域 大大的扩展 这就要求呢 在军事行动上 要把握各方面的新进的科学技术 才能够驾驭现在战争 1997年6月11日 江泽民主席来到空军 接见参加空军党代会的代表 他又一次对我军新时期的战略方针 做了筋疲的阐述 这既是对空军直战员的要求 也是对全军直战员的殷切期望 我们处于个二十四级末 二十一四级就快要到来了 这一个四级 科学技术的发达很快乐 国际 科学技术 形式的发达 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国际情况 确实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此我们这是高技术的兵种 我们总之一方面要把当今的世界上的高级的技术 先进的技术 我们要不断地追踪学习 甚至我们那个嘉义提告 江泽民主席 秦族制定了新时期的自己防卫的战略方针 进我们这世纪 提起来不断地要打一张 现代了解下 特别是高科技了解下的去复战这种人家 这是高科技 新军事革命 说到底 其核心是人的革命 是人的观念 人的素质的革命 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 各种新的军事理论的产生 无疑不是依赖于高素质的人才 作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军人 特别是高层指挥人员 学习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军事理论 尽快提高自身素质 以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 以江泽民主席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审时度势 及时地制定了新时期我军的军事战略方针 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 放在打赢现代条件 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实现我军建设 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 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 这一决策性号召 得到全军指战员的积极下定 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尽快调整知识结构 加快知识更新 提高自身素质 已经成为九十年代中国军人的自觉行动 现在这个飞行员呢 要求的可能比以前的还要多 因为现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 这个世界这个航空界的 一些最尖端的技术 全部用在这个航空界 所以作为一个飞行员 需要掌握的东西很多 那么现在我们要在飞行员呢 这个文化层次比以前高了 都是大学本科毕业 另外还有学士学位 但是需要掌握的东西还很多 因为我们空军嘛 空军站是空军飞行员 最关心的还是航空业的发展 我们国家的这个航空业发展 这个进程和世界的这个 航空业发展的差距 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东西 一个发生几步战 第一个是我们的武器 并不弱于其他国家 也不弱于一个军队 第二呢 我们的飞行员呢 素质具备的 我们具备这个素质 而且有较高的素质 第三个呢 我们更觉得 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实力发展 通过原来国防大学一些学术研究 就是说某个地方 孕育的局部战争 这个局部战争该什么形式去打 大家都有种设想 都对此出现个探讨 对此我们通过自己的国力 军力 以及是各种军事力量的对比 对此比较有信心 随着这个高级书啊 在这个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 那么这个军队呢 日益称为啊 知识密集型的一种武装集团 那么军队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对这个高速人才的需求呢 就越大 越派 紧迫 所以呢 这21世纪啊 将是一个人才激烈竞争的一个世界 谁在这方面落后了 谁就要挨打 我认为与这个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啊 我们有两个主要差距 一个是在高技术装备的 拥有和使用上有差距 我们在高技术军事的掌握 和运用上有差距 那么我认为呢 我们宁可让人才争装备 也不能让装备等人才 就人才问题解决了 即使我们的这个武器装备 不如其人 我们也有能力 一力要是装备 战胜优势装备之地 打赢高级的天下的虚无战争 国务院中央经约 赋予我们国防大学的主要人物呢 是培养高级仇人 高级参谋人 和高级理论人 所以啊 为下一个世纪 军事斗争 争取这个主动权 准备人才的重任 就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上 我们培养的学员 有没有枪烈的科技枪军的意识 具备不具备 高科技素质 会不会用高科技知识 来研究我们的对手 能不能把高科技 这个武器装备的长处和短处弄明白 便想拿出对策来 将影响着我军未来进行高级数局部战争的解决 也就关系到我们国家民族的身体通往大事 江泽民主席指出 如果大家都有了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 都有了现代科技 特别是高科技知识武装 我军的革命化 现代化 正规化建设 就有了根本保障 全军的建设质量和战斗力 就会大大提高起来 国防大学根据江主席这一指示 组织精兵洋将 研制开发了联合战役指挥训练模拟系统 这种高科技训练手段 可以使受训学员置身于高科技战争的模拟环境之中 从而改变传统的作战指挥思维模式 提高学员运用高科技手段 实施战略战役决策和指挥的能力 研制任务的成功 使国防大学的教学手段 和全军高级领帅机关的指挥训练 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当前科技技术蜕缩发展 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 正在掀起一场新的军事革命 在这样一种形式下 江主席号召全军广大指挥员 要迅速掀起学习高科技知识的热潮 我认为这意义也十分重大 对于高技术的许多成果 往往首先应用于航空力 从而使未来的空中作战 和空中作战出现了的新的变化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在武器装备上 有新的发展 而且必须下更大的力气 努力培养处于其 懂得高科技知识 能驾驭现在战争跨时 当前随着高新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 军队建设和战争形态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海军是一个技术含量大 知识密集 合成度高的技术军种 可以说一手军舰就是一座现代科技城 因此我们一定要有很强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 来增强国防意识 以国家的和民族的这样一个利益 这个角度出发 前方白击把武器装备搞上去 来不辜负当 我认为您对我们的期望 中华民族八百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 没有强大的国防 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独立 国家的安全和协会的稳定 特别是在当今 以中华国的为后任的细节舞台下 也就没有我国应有的地位 1997年2月20日至5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 出访了美国 墨西哥 秘鲁 智利等四国 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跨时代的航行 世纪500年前 正和下西洋之后 中国海军又一次历史性的跨越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组建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环西太平洋航行 有人说军舰是一块漂流的国土 今天的中国军人来到大洋彼岸 作为一个强盛国家的和平使者 即使是在军队与军队的交往中 也充满了鲜花和友谊 这里有两位美国水兵 1986年曾随美国舰队访问过中国的青岛港 十一年后的今天 他们带着当年的合影照片 找到了当年合影时解释的中国朋友 我很喜欢这艘军舰 它有我想象的有所不同 它有很多强大的火力 我可不愿意与这样的军舰作战 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 中国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世界舞台 成为现代民族之林的重要成员 成为维护国际和平的 一支不可缺少的强大力量 这是开国一时 新中国领袖们就孜孜追求的目标 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科技强军之路 不可改变的目标 在家里面和北京身的确大力量 是无数人 具体的区域 因为是国军师很感动 第二次推特的深渠口 要是针到掌声 没有想象限制的 这是这些人哪多的 是种人的